过来人的提醒 第一次去男朋友家过年 这三件事女人一定不能做 没多久就又是一个浓烈新年 又到了家家户户 团圆喜庆的日子 对于小孩子来说 期末考试考了一个好成绩 那这个春节就会是快乐的 但对于成年人来说 春节可没有这么简单 尤其是对于那些还没结婚的人 过了好年 简直就是不太容易了 吃饭的时候被问几句 有没有对象呀 在哪里上班 每个月工资多少 这些都还不算什么 最多就是自己内心翻了白眼 因为之前都是自己家人 但是对于那些 第一次去男朋友家过年的女孩子 一个人面对一大家子的审视 那就真的是步步惊心了 生怕做错什么 让男方觉得自己不好 想要给男朋友的家人们 留下一个好印象 那就需要提前做好准备 正所谓不打没准备的仗 第一次去男朋友家过年 以下这三件事女人一定不能做 一不要空手去 记得带礼物 男方去女方家里 都要准备各种各样的礼品带过去 这已经成为了一个惯例 但是女方去男方家里的时候 带不带东西就成了一个问题 有人说要带 有人说不带 争论个不休 提取这个问题的答案真的很简单 天底下有谁会嫌弃礼物呢 作为女朋友 第一次去男朋友家里过年 给她的父母 以及其他长辈 带一点礼物 完全就是一件锦商添花的事情 何乐而不为呢 如果你空手去 人家可能就会觉得 你有一点不懂事 所以礼物带还是要带的 只是具体买多贵的 就根据自己的经济水平来就行 不要去强求买多贵的奢侈品 理清情义重 心义到了就可以 二不要只是摊沙发上 什么都不做 有很多女人第一次去男朋友家里过年 因为冬天冷 或者是因为不想应酬 就一直钻在被窝里面玩手机 连房门都不肯出一步 这样无疑会让你的未来公共婆婆 认为你是一个好吃懒做的女人 作为未来的公共婆婆 她们不会要求你一个第一次去家里的未来儿媳妇主动去做家务 但是她们也绝对不会愿意看到一个整天 只知道赖在床上的儿媳妇 早上正常时间起床 出来跟她们聊天 说点男朋友小时候的趣事 这样不仅不会让她们觉得 你这个儿媳妇难弄 还可以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 可谓是一举两得 三不要不跟人聊天 不懂事 不礼貌 第一次去男朋友家里 肯定家里大大小小 远远近近的亲戚们都会过来了解一下你 这的确是一件让人头痛的事情 但是这也是要进家门之前 所必须要经历的一件事 每一个女人都经历过这样令人烦恼的时间段 是个亲戚都要来问一下 你还得毕恭毕敬地回答 但是即便你心里有千万个不愿意 也千万不能和这些长辈聊天 因为这是做人最基本的礼貌 尊老爱幼是中华传统的美德 作为第一次去男朋友家里的女人 更是要尊重长辈 虽然她们的观念可能会比较成就 但是大多数心都是好的 看到你都是欢喜的 所以切记不能摆一张冷脸给他们看 一定要懂事 礼貌一些 爱情是想转化为婚姻 见家长就是必须要经历一个步骤 无论你怎么抗拒 都是无法避免的 与其抗拒 不如好好享受 把见家长这个痛苦的过程 尽量变成一个快乐的过程 只要你在去男朋友家之前 记住以上这三件事 到了他们家以后 不太过拘束 也不太过放纵 说到脏脂有度 想必会是一次令双方都满意的见面 也能过一个愉快的新年 预祝所有即将见父母的情侣 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不太过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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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过拒绝了